从这节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开发我们这个微博项目的正儿八经的功能列表 相信经过之前的知识的储备,知识的介绍,以及技术方案的一个设计呢 大家应该都能知道了,就是都能了解一些需要的知识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想我们应该能就是以更高的效率,更快的步伐 把这个进来的功能都挨着搭建起来 你会发现呢,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之前学的那些知识 以及做的那些技术方案设计,都会立马就会被用上 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用的,都绝对不是无用功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你也应该庆幸你之前的那些那种坚持过来 然后到现在能利用之前上的这个有的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台阶 然后能看到更高更远的一些功能 OK,我们先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开发的功能我们分为几个步骤 我这分了几个九个步骤,大家可以分为九个步骤 就说明咱们这个系统的复杂度还是挺高的,功能还是挺多的 第一个是用户管理,其实就是登录和注册 然后我们是先开发注册,然后再开发登录 基本上的话没有注册,也不好登录,对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做那个用户设置 就是登录进行之后,我们立马就到用户设置 然后修改基本信息,可以修改一些昵称 修改一下城市,修改一下头像等等这些 然后修改密码,然后退出登录这几个功能 再往下是创建微博,创建微博 就是我们先弄个输入框,让他把微博创建完之后 能放到数据库里面去 暂时我们先不考虑这个微博是怎么展示的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数据库里面有 而且能对应的用户,就是知道谁创建的就行了 先把创建功能做完 接下来再是个人主页 就是我们创建了微博,然后我们进入个人主页 我们应该至少是能展示出个人微博列表 个人微博列表就是展示出自己创建的微博 以及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展示一下 然后在时候我们先不做那个关注功能 就是我们个人主页在右侧,大家想一下 在右侧有一个个人信息 以及下面会有粉丝列表和关注人列表 我们暂时不做那个功能,后面再做 然后广场页,广场页和个人主页其实差不多 为了区分一下,我们广场页用了一个缓存 其实也是缓存,也是广场页中必须要用的 也是推荐用的,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功能上看似一样 但是其实是机制上是不一样的 它有个缓存,我们正好学习一下缓存 到底该怎么去使用,对吧 OK,再往下是关注和取消关注 就是个人主页都做完之后 我们做一下关注和取消关注 我们看一下怎么成为别人的粉丝 以及取消关注别人的粉丝 然后显示一下粉丝和关注人的列表 OK,这是一部分的功能 然后再往下是首页 到现在才做首页 因为首页的功能比较复杂 因为首页我们要显示的是 个人的微博 以及我关注的人的微博 对吧 所以说你不先把这个 关注和取消关注这些功能做出来之后 你首页就没法做,对吧 以及首页右侧那个个人信息 首页和个人主页一样 右侧也有个人信息 也有粉丝列表和关注人列表 对吧,之前我们都做过 然后直接打过利用就行了 所以说首页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功能 然后我们放在稍微往后一些的地方 再去做 好,首页做完之后呢 再去做at和回复 就是at这个功能是微博里面的一个特色 对吧 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去做 这个at这个功能 以及这个回复这个功能 有了at和回复呢 我们微博里面就是 实际上就是可以交互起来 对吧 你去at别人 然后别人回复你 然后就可以交互起来了 怎么交互起来呢 就是通过这个at提到我的 就是这个消息提醒 就是别人at了我之后 我进入我的微博首页 我能知道 我没有就是我未读的 我没有看到的 还有多少人at了我 对吧 我可以再查看一下 然后我去回复别人 这样的话就可以 就是经过这么久个步骤 我们就不能把这个 微博的一个基本功能 给搭建起来 好 那我们还得是吧 那个就功能这么多 我们还得一步一步来 还得仔细的 交叉实地的去来 把我们的功能 一步一步给它做下来 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会管理 好 我们看一下 做这一个模块的这个节奏 第一个就是 我们看一下页面 路由和模板和路由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 页面给它做出来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数据建模 数据建模就是 用户嘛 我们得用到一个用户的模型 以及数据库的一些信息 对吧 一般让我哪里存 所以说把数据建模做下来 然后呢 再去开发这个注册功能 先开发注册功能 因为注册完了之后 才能登录 对吧 注册完之后呢 我们再开发登录功能 然后接下来抽离 logging check中间键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开发登录功能之后 我们就需要知道 接下来 用户去访问各个接口的时候 我们需要判断 它有没有登录 对吧 对 有些接口是必须要登录 才能去访问的 它如果不登录的话 我们会剃除它 或者说给它一个警告 或者说 强制它去 调整到什么什么页面 让它去登录去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呢 它是一个通用的功能 我们必须 给它抽离出来 最后是单元刺失 我们每做一个模块的功能 都会有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呢 第一方面是 我们要验证一下 当前做的功能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第二个呢 就是当我们在做第二章 或者就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的时候呢 就是做后面的部分呢 我们每次做的单元测试 我们都会先把 之前的所有单元测试 全跑一遍 这样的话能保证 第一是能保证 我们自己做的这个 当前做的这个功能 没有问题 第二是能保证 我们做的这个功能 并没有影响到 之前的一些功能 对吧 我们把单元测试全部跑一遍 然后终终通过 就说明我们这个功能是OK的 如果有报错 那感情更好 对吧 那就帮我们找出了这个bug 然后我们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先去看第一步 就是看一下这个页面 就是模板和路由 就先去看一遍 就先去看一遍